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1.2上半四星陪跑确定 则是绘画活动纳麻了 更太多,这也太抽象了 明朝1.2版本最新消息 向里要确定白送 明朝向里要明朝创作激励计划明朝攻略 明朝1.2新版本马上就要开启了 官方发布了上半卡时信息 除了限定五星折之上线外 四星陪跑信息也放了出来 分别是马晓芳、白子、散华 专武名为虫之冰箫 外观非常好看 由于PB的关系 让折之的热度有所提升 为此,有很多漂泊者表示 想要抽取折之培养一下 另外,为了给折之寻找灵感 官方开启了一个灵感征集的画稿活动 不得不说 玩家的点子还是非常抽象的 那么都有哪些比较好玩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由厅帝当导绘制的折之 就属于那种非常正常的版本 这样的折之很好看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笔 但线条真的太顺滑了 这样的折之谁不喜欢 另外还有各位皇帝 十连三经的祝福话语 一看就是清笔签名 这也算比较正常的整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有意思的设计 直接把折之的画纸变成了信封的模样 最可怕的是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点点 难道说官方又要发布朋友费了吗 这个想法还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比较割裂的 这应该是隔壁战双的角色吧 难道说有什么刀子 看网友评价热度还是很高的 是不是有什么梗在里面呢 还有一个比较有创意的 直接透视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只会 稍微有点潦草 但放到远处看 还是能够看到作者想法的 目前该活动玩家 可以通过B站账号明朝限定公约 评论区留言参加 会抽取十位漂泊者 送出剑星熊猫毛龙 抽取五位漂泊者 送出咕咕河豚毛龙衣 截止至8月26日20点 有脑洞的玩家 抓紧参加拿奖励吧 明朝一叠版本最新消息啊 向利奥确定白送 另外包含索迪 探索体力 针律名片 活动 免质宝箱中本改动 首先是大家对关心的索迪问题 在一叠版本当时得到优化 在设计界面也可以选择索迪模式 亦别分为移动方向 镜头方向 或者距离选项 根据模式不同 索迪的优线级也将会有区别 第二个是新增了一个探索工具 以后不用消远程角色 也可以做达宝宝箱任务了 还有一叠版本将推出备用体力 正常回复的体力回复满之后 额外回复的体力将储团为备用体力 每12分钟回复一点 比正常体力回复更慢 最多储存480点 再加上明天里面会新增一个叫 共鸣影像部的功能 可以保存三个角色的初心动画进行展示 这也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在一叠版本将对PT端开放120升功能 以后是这样可以坐享施华了 活动深略一响其境 奖励将带持追加一部分 接下来对这一叠的点 就是向你要将在一叠版本下版 向全部玩家免费赠送 真的是可喜可贺 可口可乐 又爆出朋友费了 你哥真白瘦 那么你们怎么看的